加千科長 用我們的自存心 來稱念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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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恥 願解如來真實意 尊敬的主義同修 主義護法 大家晚安 吉祥 阿彌陀佛 好,今天再借這個時間的姻緣 再一次再跟大家來學習 希望能夠提供一些資料 作為我們學習 也希望能夠提高 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能力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學習的呢 就是 我們看下面的第一章 看下面的第一章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研討的就是 我們今天學佛啊 到底要先從哪裡做起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你今天想要學佛 你要從哪裡學起的呢 釋迦牟尼佛 所講的法門 是無量無邊的 歸納起來有八萬四千的法門 這麼多的法門 你要選擇 才能夠入門 每個法門都能夠幫助我們成佛 但是 關鍵 你要先從哪個門入 你才能夠入門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呢 認為呀 這個學佛呢 比如說 到一個寺廟 到一個寺廟 燒一個香 供一點花 來對這個三寶的 供一點水果 供養三寶 認為呀 這樣是學佛 真正的學佛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今天 學佛要從哪裡做起啊 這個我們 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知道 這樣啊 我們學佛 才不會 浪費 時間 到最後 一無所成 沒有一個能夠成就的 像我們 過去念佛的人 祖師大德所講的 萬修萬人去 那現在為什麼念佛的人 很多往生的人少 毛病 毛病 出在哪裡 是不是 我們自己有毛病 出問題了 這個我們一定要把它找出這個原因 那我們今天 寫佛也是如此啊 你沒有把這個搞清楚 搞明白 到最後不但沒辦法得到 佛法的加持 三寶的加持 最後 我們要走偏了 變成什麼 變成宗教了 佛法變成什麼 變成迷信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研討的 寫佛要先從哪裡做起 要先從哪一個入門 一定要知道的 好我們看下面 一般我們在中國大乘佛法裡面 常常 以四大菩薩 作為教學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九華山的地藏王菩薩 普陀山的 觀世音菩薩 五台山的文書 施利菩薩 而美山的普賢菩薩 這四大菩薩在我們佛法裡面 常常作為表法的教學 那這四大菩薩所代表的是什麼呢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這四大菩薩所代表的 這四大菩薩所代表的 在這個佛法裡面的 是教我們學什麼呢 第一個 所代表的修學佛法的赤地 以精神 赤地就是說我們學習佛法 他有赤地的 你要從一步一步的 學起 一步一步來的 為什麼一步一步來呢 因為我們的根性 如果對那些上上根的人 他沒必要啊 他一下子就是 能夠達到這個目標了 但是我們沒辦法 我們需要一步一步來 才能夠穩當嘛 那這個赤地裡面 就是說這四大菩薩 你要先從哪位菩薩學起呢 這個很重要啊 而這四大菩薩的精神 這個精神所講的 就是說他的 慈悲心 就是說 這四大菩薩所代表的 他的這個四種的精神呢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上的人 包括我們 學佛本人 都非常的需要 這四大菩薩的精神 那這四大菩薩的精神是什麼呢 下面會慢慢為大家來說明 讓大家明白 我今天供的第三王菩薩 我所供的表法是什麼 他的精神建立在哪裡 這個很重要的 那第二點呢 這四大菩薩 而所代表修學的佛法 他的境界 他的境界是什麽 境界所指的 就是 讓我們提高我們的智慧 讓你的智慧能夠提高 學佛啊 都是求智慧嘛 第二呢 就是提高你的能力 提高你的本領 你有這個能力 你有這個本領 你有這個智慧 辨別在這個五濁 二世的這個污染的環境 這個時代 你能夠辨別 你該怎麽做 你該怎麽做 當你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該怎麽解決 這是靠什麽 靠你的境界啊 你的境界有沒有提升 你的境界有沒有提高 學佛都是提高你的智慧啊 這個就是兩個重點 這四大菩薩 所代表的內容 我們一定要知道 但是 但是 我們來看下面 這四大位菩薩 雖然所表法的 表法所講他的精神啊 地藏菩薩的精神 觀世音菩薩的精神 穩蘇斯利菩薩的精神 普行菩薩的精神 雖然這四大菩薩 他的精神 他所表法的 是不一樣 但是 他的關鍵 都是圓融的 都是圓融的 什麽意思呢 比如 地藏菩薩有的 觀音菩薩也有 觀音菩薩有的 地藏菩薩也有啊 穩蘇斯利菩薩有的 地藏菩薩也有啊 地藏菩薩有的 穩蘇斯利菩薩也有啊 穩蘇斯利菩薩有的 普玄菩薩也有啊 所以每一位菩薩所代表的 他都是圓满的 无论你选哪一位菩薩 他都是圓满的 但是在这四大菩薩里面 我们要先学的是哪一位 这个很重要的 他有次第的 他有次第的哦 不是乱学哦 人家说我喜欢观音菩薩 我先写观音菩薩 有没有错 没有 我喜欢穩蘇斯利菩薩 开智慧 我那我先先学习 穩蘇斯利菩薩 有没有错 没有 但是 你会把这些学习佛法的精神 就浪费了 所以虽然每一位菩薩 他都是圆满的 他都是圆融的 但是他有次第的 而且每一位菩薩 所表法的 所教学的 都是最圆满的 最完美的 他最至上的教学 最至上的教育 这个就是讲四大菩萨 让你明白 所以今天 你看 我们学佛的人 在这四大菩萨里面的表法 缺一不可 你缺一个都不行 你看到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学佛的人 虽然他四大菩萨所代表的 但是你缺一是不行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人 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四大菩萨的所代表的 这个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你看 我们学佛的人 你看 你要念佛 你要开智慧 你没有文书菩萨不行 但是文书菩萨 你要开智慧 但是你没有地上菩萨的基础 你也不行 比如说 你有慈悲心 但是你没有智慧 你那个慈悲心 会变成你的障碍 你有智慧 你没有慈悲心 也不行 所以你看 缺一不可 好像我们走路一样 你走路 你要两只脚 你没有两只脚 你走路 很辛苦 那好 那既然我们知道 这四大菩萨 他都很重要性的 对我们这个生活里面 他所代表的 就是高的智慧的 高度的智慧 那这四大菩萨 既然都是圆满的 那我们要先从哪里做起呢 特别是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那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 从赤地上来讲 赤地 从赤地 第一个 还第一个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是地藏王菩萨 为首 为第一 都是以地藏菩萨 本愿经为第一 你要先从这边学起 我们学佛 要从哪里下手呢 佛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从地藏王菩萨的精神下手 从地藏王菩萨的大慈大悲 大慈大愿力 所代表的心下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看到 这个菩萨有无量无边的 无穷无尽的 是不计其数的 而且 十方 一切诸佛如来 也是无量无边 那为什么 要偏偏从地藏王菩萨下手呢 你想一想 我们应该要 首先为一个问候 为什么要第一 先从地藏王菩萨 下手 你看 连我们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 如果我们离开地藏菩萨的精神 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念佛是不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没办法的 你看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 所以 佛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先从地藏王菩萨下手呢 所以地藏王菩萨不是供着给我们拜而已 你供着地藏王菩萨 这个地藏王菩萨 是代表什么呢 怎么看 地藏王菩萨 是代表我们的根本啊 我们的心地啊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 你没有地藏菩萨的根本 地藏菩萨的基础 你那个学佛的好处 学佛的成就 最高的智慧 或者得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成佛 你就没办法建立它 你是没办法 你离开地藏王菩萨 你念佛永远不会成就的 你离开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你怎么修学 你怎么念佛 你就不会离苦得乐的 你会有很多障碍 而且这个障碍将来 会让你这一生 没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地藏菩萨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棵大树 树没有跟哪来的果 树没有跟哪来的叶子 树没有跟哪来的枝呢 就是好像大树一样 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人间 生活在这个环境 特别是年轻人 今天如果没有你的父母 你能够生存吗 没办法生存 也是没办法生存的 你今天能够不抽穿 不抽吃 没有优励 谁给你的 父母给你的 不要以为我今天好厉害 赚很多钱了 我很了不起的 我很了不起的 你这个了不起 比不上你的父母的了不起 真的 你今天无论你做了什么 在这个社会上 那个地位很高 企业度得很大 赚了一大笔的钱 你了不起吗 你什么不了不起的 你那个了不起 跟你的父母了不起 相比 小儿科而已 真的 所以地藏菩萨 他所代表的是根本 什么叫做根本 本呢 是指什么呢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你要学佛 首先你先学什么 学习怎么样来孝顺父母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根本 第二 你要学习如何做人要尊师壮大 这两个很重要的 下面会慢慢给大家说明了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四十九年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饶着这两个为中心的 都是离不开这两个 离开了这两个 你是没办法成就的 所以你看 都是以这个为中心 所以啊 地藏菩萨的根本 它的本就是指这个 你看看现在的这个时代 你看看 你仔细的去观察你的周围的人 你去观察 你的朋友 亲戚 现在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我们的烦恼为什么这么重呢 念佛念了几十年 烦恼有没有减轻 没有啊 什么原因呢 智慧有没有增长 不知道也没有啊 烦恼重 你就避免不了去造业了嘛 你看我们学佛念佛念了几十年 身心到现在还是感觉不安 而且看到现在的社会的动乱 家庭的不安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根本忘掉了嘛 把这个本啊 把这个本忘了 忘本了 我们所讲的 现在的人啊 最容易的是什么 忘本 说实在的 真的 我们现在人啊 很容易 很恐怖 忘本了 你看 说实在的 师父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是发生十几年前的 有一位年轻人到我的寺庙去找我 他要来跟我辩论 我还是要跟他辩论嘛 没必要 这个让费时间 他来跟我讲一句话 讲很多 其中有一个 他说 师父 你们佛法讲来讲去都是讲笑道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现在是科技的时代 他就讲笑道 如果我们没有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我们会被淘汰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说我们佛教已经被淘汰了 这个想法 你看 讲来讲去都是这个笑道 将来 生孩子 靠的是什么 也不用靠父母在生孩子 靠机器来 来处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还讲什么笑道 我确实有遇到这样的人 师父一句话也没讲 只是在心里面 想着什么一件事 我说 难怪现在这个时代会这么乱 当父母老的时候没有人想要照顾 甚至有时候对父母那个乙趣的 有时候用一种不善的乙趣来伤害自己的父母 难怪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时代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师父没有讲出去 只是在心里想 就是有这一类的人 你看像这一类的人多不多 很多啊 像这一类的人 忘本的人太多了 不懂得知恩报恩的忘恩负义的人太多了 出于老的时候 现在跟你讲 实在的 你要好好把身体照顾好 真的啊 你好好健康 说实在的 儿女靠不住了 靠儿女来照顾你以后 你不要有一个希望 为什么 有希望会变成失望 说实在的 将来的老人真的很可怜 说实在的 这个时代的变化 也真的很可怜 再加上现在 儿女 大家都是忙着赚钱 忙着工作 再加上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哪有时间呢 来看 来照顾自己的父母 没有 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所以用什么方法呢 怎么解决呢 把父母送到老人院 你看 你看现在的 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这样的社会 所以年轻人 记得 无论你这世界怎么样的成就 你要想想 你的父母对你的贡献 你的父母对你的恩爱 你的父母对你的关怀 对你的照顾 真的 如果连这个道理 我们都不懂了 你还学什么佛 还学什么宗教 就是将你先做人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 要先从地藏王菩萨做起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为什么要从地藏菩萨做起 第一个就是要来提倡孝道 不提倡不行了 因为这个时代的变化 人啊 失去人性的 第二呢 我们要提倡什么呢 知恩 报恩 就是叫你不要忘本 你今天的生命 你今天的生存 谁是给你的 不是上帝给你的 不是上天给你的 是你的父母所赐给你的 那知恩报恩在佛法里面 大家都知道 归纳起来有四大类 第一要报父母恩 第二要报三宝恩 第三要报国家恩 第四要报众生之恩 这个就是第二个 我们为什么要先从地藏菩萨做起 第三我们要提倡什么 提倡道德 因为现在的人啊 很多 很多 很多毛病 其中一个是什么 道德 很多 所讲的缺德 其实很多 你看现在有你的周围 无论他做什么样的行业 很多 很多 为了自己的欲望 为了自己的失忆 为了自己的贪念 违背自己的良心 违背自己的道德 他都能够敢做出来的 真的 我最近能看过一部电影 是一个同学 是我的同学 他闯给我的 这部电影虽然它不是真实的 它不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这个 这个电影里面的所讲的 确实真的 所说的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 这部电影是讲一个医生 一个好医生 这个好医生呢 为什么称为他好医生 因为他在这个医院里面 很多这些医生 都是缺德 你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真的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 真的 有时候感觉到 哎呀 好好念佛吧 赶快到西方几个世界去了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真的 变得变成一塌无土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三样我们一定要提倡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世间一切的善法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善 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你想要行善 但是你没有建立在孝道 你所修的善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很多人喜欢布施 我喜欢供养啊 看到这个寺庙需要布施 我就得布施 看到这个寺庙需要供养 我就得供养 但是有一些事情 他不但对他的父母能够好 很多人 很容易拿钱出来供养 但是当他面对他的父母的时候 他不懂得笑 很多人 甚至有时候用那种不善的语言 来伤害自己的父母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所讲的法 都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注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三百以后 都是以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中心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不能把这一部经 情绪看过了 所以为什么我每个星期礼拜五 要给大家讲这部经 让你们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来为大家宣讲 这个学习从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开始 你看 孝这个字 它的由来 孝这个字 你看 中国啊 对这个孝这个字啊 写的太了不起了 你看哦 孝 孝这个字的符号 你看哦 上面是一字 是老一个字 下面是子 这个字 你看 老跟子 如果把它合起来 称为什么 还称为孝嘛 你看哦 上面是老 下面是子 不是老子 这个把它 连起来 合起来 称为孝 孝这个字的由来 就是从这个来的 那什么意思呢 说明啊 上一代与下一代 它都是一 它都是一体的 是不能分开的 我们跟我们的父母 跟我们的祖先 还有跟我们的下一代的 都没办法分开的 这个就是孝这个字的本意 所以呢 祖师大德啊 在告诉我们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所谓的过去无始啊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所谓的未来无中啊 所以无始无终都是一 你怎么能够分开呢 无论今天 父子什么样的关系 你永远 他就不能分开了 无论怎么样的 像我以前有遇到一位年轻人 说他很讨厌他的父亲 我很讨厌他 无论你怎么讨厌 他也是你的父亲 你离不开啊 你做父母 你无论你怎么样讨厌他 他也是你的儿女啊 所以上一代有上一代 下有下一代 我们是永远分不了开的 什么意思呢 所以孝这一个字 在我们佛法里面称为什么 叫做法身体呀 为什么叫做法身体 因为世初 世初就是这样的 就是讲我们修学的人 学佛的人 你这一生你想要成佛 你想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要离苦得乐 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 这个叫做世初 那世间 世间就是讲我们这个环境 世间所有一切法 世间所有一切法 都是从哪里 从这个体而生的 从这个体 这个体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孝之 都是从孝 生出来的 像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已经成佛的 或者还没成佛的 今天他们成佛 他们能够开始修行 这因什么样的原因呢 都是因孝这个字开始修行的 他为什么要修行 就是要来孝敬一切众生 来帮助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孝这个字 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之母 你想一想 你今天你不孝 行吗? 不行啊 你想要成佛 你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今天成佛 也是都在计孝啊 孝敬一切众生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到哪里?到西方极的世界 那不是孝是什么呢? 真的耶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个人能够生在一个很有福报的家庭 生在这个世上很有福报 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孝这个字 比如我们在地藏经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地藏经啊 它有特别殊胜之处在哪里呢? 你看地藏经哦 它特别 殊胜之处 在哪里? 孝都是从度母亲做起的 你看那个我们每一年 无论 在哪一个国家 常常都有做什么? 做母亲节 很少有看到有做父亲节 很少啦 做母亲节 为什么? 因为母亲之恩德啊 是无以论比的啊 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生育之恩 是无以论比的 是没办法相比的 所以你看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里面 佛怎么说呢? 父母之恩 养育之恩 生育之恩 无论你怎么报答 你都报答不完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做母亲之恩太了不起 太伟大了 俗一样 是无论 所以讲孝亲 第一个就是要孝顺母亲 因此 因此 在地上 福尚本云经 我们所看到的很多 有两个公案 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 就是婆罗门里 的公案 刮木里的公案 都是渡谁啊? 都是渡谁啊? 渡她的母亲 母亲不听话 顽固 不老实 躲在地狱 还好 像婆罗门里这么孝顺 像光木里这么孝顺 他才脱离地狱的 你想一想 今天呢? 如果今天我们妮妇不小心剁这三个刀 靠谁来剁我们呢? 靠你的儿女来剁 哎呀 我没有希望了 真的 你看那个婆罗门里 为了她帮助她的母亲脱离地狱 把自己的生命 她就舍出去了 免自己生命都不要 把所有的加强 全部捐出去 见佛塔 共三宝 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通通把这些功德 回向给谁? 给她的母亲 希望她的母亲赶快脱离地狱 没想到 因为她的孝顺之心 帮助她的母亲脱离地狱了 像现在这个婆罗门里 光木里 你要找现在这个社会 很难了 找不到一个了 所以尊敬的 所以同修大等 人生无常哦 真的人生无常哦 你要靠自己 断恶修善 好好念佛 不要靠别人 别人靠不住的 特别你的儿女 做实在的 真的靠不住的 你好好用功 好好断恶修善 但就算将来你不到西方解德世界去的 起码你也不会躲在三二道 因为三二道很苦啊 谁愿意去呢? 你愿意吗? 你们愿意吗? 没有人愿意啊 不要说三二道 谁愿意是受苦 吃苦 谁愿意? 没有人愿意的 所以啊 未报母恩 我们看下面 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 连一个恶念的念头 你都不能生气的 这样啊 才对得起你自己的母亲 所以念念断恶修善 这个就是我们孝顺母亲的心 耶稣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啊 要报答母亲是很不容易 真的耶 你看地藏菩萨教我们这样做 地藏经是这样啊 什么装作啊 佛教我们是这样做的 耶稣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这个就是孝道的力量 那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 要从孝道做起呢? 孝道的力量有多大呢? 为什么呢? 你看就知道了 佛教我们呢? 能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 你能够精进不懈啊 这个就是孝道的力量 你看阿弥陀佛 五节耶 很快哦 都成佛了耶 一般啊 要经过三大阿僧洗劫啊 你才能够成佛 五节而已哦 谁把他推动 他这么样的用功 精进不懈怠 像这个巨马 让他赶快成佛 把这个成佛的功德 把这些的功德 来供养给十方的一切众生 就是因为孝这个字来推动他 他还会精进用吗? 那第二呢? 推动什么? 推动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 你能够成就 耶稣什么? 使当一些诸佛如来 都是这样的 像我们今天很多人 为什么在拼命外面的赚钱? 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那边的去拼命 去做事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有利吗? 有利益吗? 如果没有利的话 他会去拼命的吗? 不可能 就是因为他有利嘛 你才拼命去赚钱 拼命去做生意 那佛辅沙也是一样 佛辅沙为什么他 这么用功努力精进 就是因为孝这个字 来推动他 你要赶快成就 只有成就 才能够来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了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幸福 所以佛告诉我们 对母亲的孝敬越圆满 你的成佛 究竟就越圆满了 你看阿弥陀佛的西方结论世界 为什么他这个世界超过十方诸佛的国土 你看《无量寿经》 在给我们讲 阿弥陀佛 什么? 阿弥陀佛第一 所谓的光中即尊佛中之王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殊胜 孝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或者你的来世 要比这一次好 你要有真正的大福报 而且这个福报太多了 有无量无边 归纳起来中国所讲的 有五福 五福是什么? 福贵、健康、长寿 最后善终 你这个福报从哪里来的? 从孝顺来的啊 这个是真的耶 哦 真的 你那个福报从哪里来? 从孝来的 所以那个汉朝 汉朝大概将近五百年 你看他这个朝代 也是蛮长的 这个汉朝的皇帝很多啊 他如果要找他的这些来做官的人啊 这些人要来做官 皇帝要先来观察 这个人对父母有没有孝顺 如果他对父母有孝顺 皇帝会采取来用 来为国家贡献 为国家服务 为什么? 因为有孝顺的儿子 他对人 对世 对国家 对一切众生 当然会爱护 会关怀 会照顾 这个就是孝的力量 所以汉朝 为什么? 他的寿命很长 将近五百年 所以慢慢从汉朝下来的 能够超过五百年的? 没有了 没有啊 顶多两百多年而已 汉朝为什么会有五百年? 就是因为以孝 为本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佛法里头 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四大菩萨是以地藏菩萨为首呢? 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就是佛要告诉我们 学佛要从孝敬做起 学佛要从知恩报恩做起 学佛要从尊师众道做起 学佛要从你的心地开始 这个就是佛的大慈大悲 对众生的关怀 对众生的爱护 对众生的护念 把这个离苦得了的方法 为我们一一说明 对 一一为我们说明 所以啊 我们看一下地藏菩萨的精神 就好比什么呢? 就像刚才讲的一棵大树一样 没有根哪来枝叶花果呢?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本体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根本 因此地藏菩萨所代表的教学 得的的确确都是非常的圆满的教学 无论是在内内容上 无论是在方法 都显示非常的圆满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为什么四大菩萨里面 地藏菩萨排第一就是这个圆满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建立在四道啊 真的耶 佛法建立在四道 佛法 确确实实的是教育 它确实不是宗教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清楚 凡是宗教的都是迷信的 宗教都是迷信的 都是搞迷信的 你又知道这件事情 你去看看 世间的宗教 都是搞迷信嘛 所以我们现在起心动念都已经迷信了 已经迷了 你还要在迷吗? 呵呵 你还要在迷吗? 这个还得了吗? 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引以造作 都被外面已经迷了 迷了团团转了 你现在又在学习宗教 你还在迷吗? 这不得了耶 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 都在提倡什么? 提倡破灭开悟 为什么呢? 只有觉悟你才能够离苦得乐 只有觉悟你才能够获得你的身心的安康 只有觉悟你才能够获得你的人生的美满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失道 这个叫失道 所以我们看下面 佛陀所有的教会 都是建立在失道啊 但是 失道呢? 佛告诉我们 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都是以孝为中心啊 比如 人要是不孝顺 父母 他怎么能够会尊敬师长呢? 有可能吗? 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啊 你对老师会公信吗? 不可能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 学生在学校不听话 你就知道了 就是在家里不听话 如果在家里听话的孩子 到学校一定听话的 所以现在做老师也不容易教 为什么呢? 因为家长出了问题啊 他 他不能对老师的尊重 他怎么能够开悟呢? 你对 对阿弥陀佛不尊重 你能够开悟吗? 他怎么能够离苦得乐呢? 这个道理很明显的啊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你看 释迦牟陀佛讲的道理都是真的 都是从他的自性流露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没有 世道都没有了 世道都没有了 这老师没有尊重了 做学生也不知道尊重老师了 做儿女也不晓得孝顺父母了 如果我们想要破灭开悟 如果我们想要离苦得乐 你说 行吗? 你什么 都老师都不尊重了 对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诲 你也不学了 你也不听了 叫你好好念佛 你也不好好念佛 叫你好好听经 你又不听经 你说 你行吗? 永远都看不上了 所以地藏王菩萨在佛门里面 大家都知道 他所代表的就是孝 就是孝道 所以地藏经是我们佛门的孝经 反是修学 孝亲尊师的 他都是地藏王菩萨的 今天你奉着地藏王菩萨 你能够学他的精神 孝道 不但对父母有孝敬 而对老师有恭敬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有此可知 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来入门 学什么呢? 学校 你要从这个地方入门 不但孝敬我们的父母 连对生生生世世的父母 生生世世的父母是谁 一切众生 你能够孝敬 你的学佛 你的念佛 那个精神 你永远不会懈怠 你永远不会退步 你一直就往前面冲 你会精健的勇猛用功 而且你的成就 你的福报 是越来越大 真的 你看那个 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世间到这个世间 你看 都生在哪里? 都生在帝王之家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他的见效啊 你是想要福报 你想要长寿 你想要健康 你想要生在一个福贵的家庭 你想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将来你的儿女能够孝顺 你的儿女对你能够恭敬 对你能够得照顾关怀 你首先要怎么懂得学习 尊重你的父母 你对父母都不恭敬了 你希望你的下一代 能够对你恭敬吗? 那个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年轻人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 很厉害 就目中无人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佛 要我们学佛的地上 要学习孝顺父母呢? 如何孝顺呢? 如何孝敬呢? 特别是现代的人 很多都不懂 很多人都不明白 特别是西方国家 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澳大利 有什么区别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说明 今天 简单给大家 来讲一讲 分析提供 我们学佛 要先从哪里下手 那要如何来孝敬 为什么要 让我们 对父母 要恭敬 不但对父母 对孙生世世的父母 也要恭敬 这样的精神 特别对我们念佛的人 你一定要来学习 你能够懂这个道理呢? 一切众生都是你的父母 你还能够对他的伤害吗? 不会了 你讲得来不及了 你怎么会来伤害他呢? 就算他来伤害你 你也不会去伤害他的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都是一体的 这种的精神 你能够用来念佛 也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我保证 天天念佛 天天进步 不像我们现在 天天念佛 天天进步 这个就是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啊 所以呢 我们 啊 学佛 要先从哪里学起? 简单的给大家 先学孝 孝静 要从哪里做起呢? 如何来孝静呢? 我们下个星期啊 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今天呢 讲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 身体健康 法体安康 祝大家 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祝大家 也是将来统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 阿弥陀佛 我們一起来回向 今天又讲过头了 下一次 弟伦建议 你家里要放个饮庆 提醒师父 9点10分 一定要提醒师父 那我们 今天来一起回想 愿以 持功德 回向累劫因间在主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离苦德乐 回向 上报四传恩 下记三徒谷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静使一报身 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 大众请起立 祭 祭 再拜 祭 三拜 祭 问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赐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起来努力学习 你们大家能够互相来鼓励 对我是一个最大的鼓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